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长笛公主赖英里 他们合主的腾达航空 现在说也进行到了这个筹备阶段 将来要锁定的是属于高端的包机的市场 接保险来到中国的这位竹联邦堂主说 要回来台湾投案怎么回事呢 热腾腾水饺端上桌 知名连锁水饺店 午餐时间几乎一味难求 而他们背后的老板 曾经是竹联邦的前堂主 站在门口卖深水饺给客户 他就是赖姓业者 原本洗心革面经营水饺店 没想到却在12年前 又因为开枪商人 迁逃中国 今年4月底 这名赖姓前堂主主动从中国 打电话到台北万华分局 说他要投案 而果真警方也在5月初 如其在松山机场带到人 今年51岁的赖姓男子 曾考上建中 但15岁就开始混黑道 20年前与父亲因分家不成 就朝祖先排位开枪 隔年被逮 2002年出役后 创立这家连锁水饺店 却引发其他道上兄弟觊觎 开不到4年 因为学校餐厅调案 他和别家厂商起纷争 气得朝对方开三枪 因而被判刑八年 过去曾大方 带记者参观水饺店的中央空场 里头拼用的全是从监狱出来的更生人 赖姓男子开水饺店 希望让人生重新来过 但因为他过去在道上 逞凶斗狠 数级无数 屡屡被人 找麻烦 对于八年刑期 赖姓男子决定坦然面对 而他的水饺店 在全台湾至少有50家分店 先到期间 还在中国成立新品牌 也有十几家店面 每间月营业额上百万人民币 现在他只希望 这次服刑出来后 还能有时间继续 平抖他的水饺店生意 这个水饺店 我的印象当中是外带为主 口味非常的多 那这一次他愿意 从中国回来台湾 是因为中国的声音做不下去 还是真的他爱台湾 爱这块土地 赖姓男子决定 我们说实在 他算不容易很简单的人 他有法度 自己 开一间水饺店 有法度行李做到 连锁店开那么多 算厉害 所以开那么多的时候 兄弟他眼睛就紅了 眼睛就紅了 眼睛就红了就想要去洗百度旁 说你太好 对 结果你看他现在走在台湾 他走在台湾上去 为了八年的刑期而已 他走在台湾上去 他也是跟我们开那么多金分点 但是他现在想要回来 他为什么 无准都在台湾 无准是人 好像人亲 头最亲 还可以 自己国家最好 不管他在台湾 行李做多大 但是 毕竟无准都没在身负兵 没在身负兵的时候 他现在要回来 也是没法回来 所以 他行李做到成就的时候 他会想 为什么 我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对吗 我是回来面对 因为八年而已 八年你现在离婚针 离婚针你差不多关他一个四年 反正不用四年 他自己来 主席有导案 反正差不多关他四年 他就加少了 这个八年应该是有减量过的 因为自首嘛 对不对 对 我跟你说 他上面 我在想他走的时候 他去啦 我跟你说 我只开三千 我没有大四人 你只会打八年 堵一口气 这算 我们来说 这行李算 算很大 对不对 所以 好啊 你既然 把我打八年 我开三千 你把我打八年 我整个招给你留了 对不对 所以 双位大陆嘛 我们上面都说 双位大陆 就是一个潜规则 公安 好 你要怎么办 我做 就来了 对不对 钱来了 所以 他就在做行李 你说 月收入 有话都说 一百万 对不对 行李 有一个成就 我刚才说 他会想起 最初 回来 李分针 李分针 拿到 根深人 我们虽然说 都 很不简单 因为 吃豆腐 我们不要说 吃豆腐 肥龙 困难 你才不会 对啊 所以 根深人这条路 很难走 你要看根深人 很多都 自己出的 都白手起家 自己做行李 但是 我实在很多朋友 都自己做行李的时候 他成的 绝对是根深人 因为了解他们 对 因为 这些人 都是社会排斥 大家互相照顾 对 所以就来互相照顾 所以 根深人在社会这条 返回社会这条路 很难走 我记得 上边 我以前的 新店军事 感觉 那时候 刚才919大暴动 新店军事监狱 919大暴动 彬哥 你说自己的故事吗 对 你在这里暴动出来 对 我就在这919大暴动 你有什么在这里暴动 因为那时候 我说 都地方利益 我说 因为我在里面 开幕医公司 我在里面开幕医公司 你所有里面 维近平都要为我这里出去 为我这里出去的时候 我在三户 二户 二户 就空兵 就是空兵 无保护 一个老大的空兵 所以 里面的问题 不管你是酒 兵人 プレボー 还是神职 特兵 都要为我这里去 你的势力 这么大 里面开幕医公司 对 开幕医公司 所以 这一户 就有人要觊觎 来到外面 对 所以 冰冬那边 有一些地方在来 反正我的人 很好的 因为我以前在做干部 你们来 你们来的时候 没有人 我都给你们做会 我又不说 把你们跳山 还是怎么样 你们跟他们做会 大家 我刚才说过 这一户 这一户 很多人在笑声 很多人在笑声 你不是这么简单 你走到没干风的势力 你没兄弟的势力 你走到哪里 用这一户公司出来 你当时两边都有势力 对啊 所以那时候 他们就是 炭 早上 因为我们早上都要放风 放风回来吃东西 他就会跳江 叫他 叫阿龙 把阿龙 我们做干部的时候 一定会说 你现在走着都没 都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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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政府上 他说 阿龙 你怎么办 开始三年轻 就开始打起来 打起来的时候 我跟你说 人有准备的 就是这样 打起来的时候 人家那边就 整天就 打起来 打起来 我这边 整天也一定都打起来 结果 我们也知道说 人家他走到 我们三科 作业科 有一间铁钢庁 那间铁钢庁 看他要挖边 挖开山堂 挖乌士堂 都发到 乌士都拿来 对 我们也知道说 他唱一支 开山堂里 他不是说 要曝我的头 就是他要打起来的时候 我刚才闪到我的头 打起来 他那间开山堂 拿起来的时候 满不起来 因为他没做飞高 没做飞高的时候 打起来的时候 打起来 记得你的厚标 厚标 我刚才 我打起来 我只要一铁三年轻 我就倒下 我就分头了 我就上三种的去 上三种的去的时候 那间开山堂 还钓了 去到夹阵石 大家也在看 我有那一支 钓在那里 结果 刘明英 流明英主任 神经外科流明英主任 跟我们 把我们 钢队长说 要死死那秋十八 叫反 结果就叫到了 叫到我们 我们 钢队长 王露伸 王建议长 他就说 崇文斌 你不要再剃了 这条键 你不要再剃了 要因为我那时候 感情一直保不准 你说你不要剃 我感情 让你出去 我 没过 因为我用 沒那麼久的時候就開始博冬了 就為了我的事情 還為了一些跟冠風的事情 所以大博冬 大博冬的時候 那時空兵無法的空兵 腳用獨斤 也送來三種 結果我們兩個是前後 我先報告息 他先出來 我出來的時候 辛苦 我們平常說 辛苦剩兩千塊 出來的時候我在台北車站 台北車站 店裡一直在猶豫 猶豫怎麼樣 我們家裡是影巨圈的大亨 他說你回來 不然你回來來電視台上班 沒關係我按插一下圍給你 現在還在嗎 現在沒在 現在沒在 他說我來按插一下圍給你 你紀念要好好走這條路 我也贊成 但是我們想說 以前我們就是走電鍵這條路 常常都會跟兄弟合作為 所以那時候就是 我常常說的 沙彈和兄弟在拔河 看哪一邊小人比較大就撩下了 騎死魔鬼 對 我不是說那時候 加在我有想到更生團契 更生團契 因為都幫助更生人 所以我去找黃明鎮黃牧師的時候 他告訴我 你如果想要揮改 沒有我 我幫你安排 安排去台東 你台北都不要大了 去安排去台東 去台東 去跟台東 去跟台東 去跟吳牧師 跟李牧師 我真正不看見 那樣好的人 那樣有愛心的人 那樣 風台天 火牛 靠電 說 牧師 我們家 那些堤牧 爛散 你趕快給我祈禱 牧師 騎五十個 五十個 在台東 在山上 去祈禱 我那時候 那時候我還想說 這間有這麼有愛心的人 你知道嗎 母豬難產請牧師來祈禱 對啊 我奇怪 不是人家說難產 如果去找個便宜 他祈禱 母豬 去祈禱 對 另外牧師我有愛心 教育自己的便宿 都牧師自己在生 我看法 我們孫子說很感動 所以那時候我去他的教育 他說 陳文彬 你如果住教育 我洗一間房子給你住 一塊給你八千塊 我跟你講八千塊 要怎麼賺一塊 不夠 對啊 不夠 教育兄弟姊妹說 有的開早餐店 有的開牛肉麵店 不然你晚上 教育下班的時候 你坐在我這裡 母親 多少我幫你教 看怎麼做 你多少多少 我一些所謂給你 早餐店也一樣 你媽媽早餐店也一樣 結果你那 差不多住了 女兒 那有牧師就給我鼓勵說 你去科神學院 去科神學院 我給你寫推薦信 所以我不才去科神學院 科神學院的時候 畢業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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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時候你不是牧師 都要算傳道而已 傳道去那時候是牧師 所以那段時間 我就成立一個 青少年輔導中心 怎麼說 你看每一個兄弟 他的走向就是 兄弟就是單親 你家裡可能是單親 家庭不幸福 所以外面做了麻 我小時候就是因為 我阿嬤長大了 我阿嬤長大了的時候 我常常去求 說你這個 兵人你這個 沒老婆 沒老母的野孩子 所以那時候都用軍頭 所以那時候 我就 我阿嬤長大了的時候 我絕對要做農 賺大錢 對不對 所以我不是走到這條路 所以我那時候 做傳道的時候 成立輔導中心的時候 就是專門在幫助 這些中挫生 我們可以叫一個回來 就叫一個 我就叫兩個 就叫兩個 這樣就 我就 幫阿嬤一些社會事件發生 在台灣消失三十五年之久的 台灣雲報 聽說又出現了 這一次是由外國的 所謂動物的頻道公司來拍的 不過這影片傳出來的時候 網友都說錯 那根本不是台灣雲報 到底有沒有可能 再次的出現這個 已經絕種動物 你知道這個消息出來的時候 大家都很興奮 為什麼呢 是國際知名的 動物星球頻道 然後它有一個節目 專門在找尋各地的 滅絕動物 這次看上台灣 他跟台灣的雲報專家合作 開始在玉山國家公園 每個地方 就是佈置了很多儀器 熱感應器 什麼東西也好 就是希望能夠捕捉到 雲報的蹤跡 他們的故事起源 是在苗栗的一個農家 然後這個農家呢 一夕之間奇怪 二十多隻鴨子 一夕之間都不見了 被吃了 感覺是被吃掉了 可能不知道被什麼 動物給拿走 然後但是咧 就有人目擊到 好像拍攝到 疑似是一隻很大隻的貓 大貓 很像是豹 也很像是石虎 但體型比石虎還要大 所以咧 以這個為 這個影子開頭 大家就認為說 這個節目就認為 弗瑞斯特這個人 就覺得說 是不是雲報 還沒有絕種 因此呢 從這地方 就拉到玉山國家公園內 去拍攝 很多地方呢 都擺了陷阱啊 擺了雲報 喜歡吃的東西 或是怎麼樣 就吸引雲報要出來 又出來 結果呢 他們的說法是這樣 我守株待兔十二篇 結果拍到了這個畫面 有沒有 這個畫面底下看到這個中文字 我所做的一切努力 對 我所做的一切努力 在這一刻都值得了 值得 你知道講這個話是江柏仁 就是台灣研究雲報的一個專家 值得 他說這個畫面看起來 雖然不能百分之百確定 它是雲報 但是看起來好像喔 你看 它的花紋也好 什麼也好 感覺就很像是 已經絕種 宣布 兵臨絕種的 台灣雲報 又再次的獻出了它的蹤跡 對 那台灣雲報之所以叫雲報 就因為它的毛色呢 看起來它都有一塊一塊 很像是雲的這個毛色 從以前開始就有文獻紀錄 但是呢 為什麼這次網友覺得說 你這個是真的嗎 第一個 之前 從2000年開始呢 這個農委會的一個 特有保育的研究團隊 就在北大武山 玉山什麼地方 擺了很多類似 也是先進的儀器啊 什麼相關的東西 就是要找尋台灣雲報 到底有沒有絕種 人家研究了13年 最後在英國的期刊上 告訴你說 我們認為台灣雲報 應該已經找不到了 我們雖然不敢確定它 GG了 是不是已經絕種了 但是應該 這個也相去不遠 但是你說你在這邊 12天 你就拍到雲報的蹤跡 他說不定運氣好啊 說不定運氣好對不對 結果網友踢爆什麼呢 他說 這根本就是在非洲拍的嘛 根本就是在坦尚尼亞拍到 另外一個 非洲也有可能會絕種的那隻豹 所以說 這個看起來 影片是接的喔 他說根本不是台灣雲報 他說這個動物星球頻道的這個節目 早就已經播過了 不是在台灣播的 所以被發現 是不是有造假的問題 是不是為了節目效果 你就造假 那但是咧 這個動物星球頻道 當然不承認它是 有這個問題 他說網友你們誤會了 我們只是把精華版剪出來 你們誤會它是台灣雲報的那個畫面 其實我們真的有拍到台灣雲報 在哪裡 他說請大家看節目啊 對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拍到了呢 對不對 那這個有一點點羅生門的狀況 回到台灣雲報來講 大家為什麼一直很好奇 台灣雲報 35年來絕種 有人說看過 有人說沒看過 有人說看過 到底它有沒有繼續活著 那我們來講 它從文獻有記載以來 其實從古道經呢 包括1717年 那個時候還是在清朝的時候 然後當時呢 在侏羅縣制上就有記載說 台灣有所謂的烏雲報 然後怎樣怎樣 然後呢在日治時代的時候呢 其實也有 為什麼呢 當時就有說有記載過 有24隻雲報被打獵打下來 然後送到部落裡 真的有 對 也有日本人的這個博物學家呢 曾經在台灣族的舊古樓社這個地方 發現有小雲報養殖的一個記錄 甚至你現在去大英博物館看 大英博物館目前有大概全世界 號稱唯一的一支雲報的標本 那這支標本呢 來自台灣 是一個英國的學者 叫做史溫侯 在這個也是日治時代的時候 18多少年的時候呢 19世紀帶過去大英博物館來保存了 所以再再都告訴你說 台灣呢 應該在這個之間都有雲報的一個存在的紀錄 但是從來沒有人看過雲報 到底有沒有活生生出現在裡面前 但是你從原住民的這個整個傳說來看 包括盧凱族 包括排灣族 對雲報來講呢 也都有它相關的一個記載 都有記載 甚至呢你知道 如果你現在回頭去看 當時日治時代的照片 其實有很多部落的頭目呢 身上披的豹皮 那麼也號稱說 那個是他們打獵得來的雲報 那個時候是有的 對 但是呢 你知道這是一種說法 另外一種說法 由於呢重點是 沒有人看過活生生的雲報 看過人都掛了 對 有看過人 到底是不是真的看過 你也不知道 因為就是口耳相傳 包括原住民的部落 也是口耳相傳 當然我們相信台灣雲報是存在的 因為它是台灣的一個象徵 但是在這個另外一個 比如台灣有一個攝影學家 叫鍾雲峰 那他就質疑台灣的這個雲報 到底是不是曾經真的存在過 他懷疑是有出入的 因為他覺得說 這些雲報皮很可能從海外進口 然後是殖民者 也就指當時的日本人 來賞賜給這個原住民部落的 那他也質疑說 史溫侯這隻台灣雲報 是從哪裡買到的呢 從蘇澳港出口的嘛 所以你又不是在山裡面 直接找到雲報的蹤跡 所以質疑他 到底是不是存在過 但是最近 就在前幾年的時候 在瑞穗 花蓮瑞穗這個地方的研究所 剛好有一個婦人 竟然帶了一個紅色的塑膠袋 丟在這個研究所的門口 結果大家打開一看 雲報皮 對 就是你看看 這個雲報皮除了它的臉部 有一點點受到損害之外 包括爪子 包括尾巴什麼 都有 這一件事情出來之後 大家好奇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 這雲報皮怎麼來的 對 這婦人是誰 對不對 再來好像又回到 我們剛剛講的 真的有雲報存在 所以不然怎麼會有 這樣的一個標本存在 那我們這邊要強調一下 這個雲報皮 一定不是最近打的 因為很多之前的 都是日式時代 可能留下來的東西 大家就來找這個婦人是誰 結果後來找到了 是花蓮奇美國中的一位老師 他是覺得他有一天在翻 垃圾堆的時候 突然看到這一個 他就覺得應該是要捐給 這個相關的研究單位 來告訴大家 這個雲報皮的存在 所以解開了這個謎題 但是呢 荼毒有耳就在去年的12月的時候 日本的拍賣網站上 出現了這樣的一個照片 他怎麼樣呢 仔細看 雲報標本 想知道 賣多少 48萬日圓 折台幣12萬7千元 真的假的 不知道 對 那所以大家也都很好奇 因為其實呢 一般來說 他們都認為說 雲報原來在台灣生長 但是因為人為的開發過度 所以一直往高山走 所以才滅絕 因為它的漆地 受到很大的影響 但是這一次 動物星球頻道 拍到這個東西 跟究竟雲報有沒有真正的存在 他們拍到的畫面 究竟是不是雲報 這個可能還有待專家呢 進一步的來研究 台灣雲報 到底是不是存在 當年唱紅了 秋玉象星圖的名歌歌手 江明學 這次呢 其實單車自摔 差一點點毀容 不穩定 最主要是這個 一代性假企業 外國的群 刷進去到台灣 今天採起的時候 一代性假企業 是在福利賓這附近 現在已經到達 刷到南海這附近 刷到去 繼續對西邊 今天晚上差不多刷到海南 到這裡 京都會進行 可能變成鳳胎 如果這個外國的群 雖然說 現在鳳胎進入南海 但是呢 要是有一些群刷 刷進去到台灣 天氣在東部 要是很不穩定 還有另外一個系統 現在在福利賓 東邊國海的這個 未來也是會變成鳳胎 還是鄉白的方向 這樣刷進去之後 劉球 絕對偏塞 對這個 中國大陸上海才去 照這個紅色的路線來看 當然沒有影響到我們台灣 但是呢 今天是一陶早 這個歐洲的電腦所 看出來的資料 有可能這個路線 偏過來我們台灣 這裡 拜六禮拜接近我們台灣 是不是 就是這種經營 因為到拜六禮拜 這個地方要四五天的時間 這變化要更加大 就是說 早起一早的資料的變化 代表這個路線 未來變化要更加大 如果最近這幾天 跟我們台灣這裡有關 最主要就是這個 外面的分 一直在跟我們台灣 雖然說 這個系統已經走到南海這裡 但是這個東南平 要收一些分 算一下 現在外面這裡 它還有一些分 在接近 東北部 還有這個屁東 這附近 你看台北這個山區的東平 這裡 留給的機會都有更高的這些 男子騎著自行車上橋過沒多久 卻突然間連人帶車自摔倒地 男子一度動也不動 後來試圖爬到路邊 最後是路貨的熱心移眾 擋車協助 他才被緊急送移 送移後 男子滿臉是血 臉部嚴重挫傷 而江明學則透過電話透露 意外發生後 他的記性明顯變差 已經不記得當時情況 57歲的江明學 1989年就是以這首 《秋意上星頭走紅》 專輯大賣25萬張 近年卻淡出演藝圈 2004年還開始在街頭走場 或者考證照 當其街頭藝人 江明學今年還被拍到在燒肉店工作 如今騎車自摔成重傷 被迫推掉7月的所有通告 但他強調8月在台中和葉安玲等人 合開的演唱會 將會如期舉行 期許自己能夠早日康復 再度站上舞台 江明學的影片曝光之後 有很多網友眼鏡就直接看 說好像他那個腳踏車 騎在這個地方 有一隻小鳥過來 小鳥過來之後 人家就拔刀雷殘 到底是小鳥害他雷殘 還是自己有點精神不計自己跌倒 你是說到底是小鳥害他雷殘 還是他害小鳥嚇到身上 也許 而且腳踏車旁邊 還提一個大袋子 那個騎起來也不平穩 應該這樣講 因為江明學那天是因為 怕颱風天什麼的 他那天準備是要錄影 那一袋就裝著他要去錄影的衣服 其實我也覺得很蠟燈 幹嘛這樣騎腳踏車 因為他住安坑 安坑讓你知道 他要錄影的地方在南港 有點遠 其實不是有點遠 是很遠 你還騎腳踏 所以還滿佩服他的 然後他因為這個 大概是被鳥分散注意力 還是又一說是他拿衣服 那個架子那個袋子袋 捲到了車輪裡面 所以整個人就不該了 整個人就摔倒 摔倒之後 當然路人看到就趕緊 趕緊報警 就把他送到醫院裡面去了 當然錄影也別錄了 然後雖然就被縫了一百針 像個蜈蚣一樣這樣 毀容了吧 很多人講說對 那你江明學你怎麼會這樣 第一時間 記者去問他的時候 我覺得他可能是 做了那麼多年的藝人 好歹人家也是有知名度的 他就講說沒有啦 是被撞的 被撞 對 被撞 那大家想被撞 你到底被誰撞 他說他還搞不清楚 他說他第一時間 被送到醫院的時候 然後警察第一時間到的時候 問他你叫什麼名字 他一時時間 他說他倒帶是空白的 他根本忘記了他叫什麼名字了 嚇到了 他嚇到了 我覺得他真的嚇到了 然後其中有警察 有醫護人認出說 你不就是那個江明學嗎 然後他才想說 對對對 我是江明學 可是不知道是他真的記錯了 還是他覺得說 面子嘛 好歹人家也是歌手 對不對 所以有人去問他的時候 警察去問他的時候 記者問他的時候 他第一時間就講說 他是因為 覺得後面有人追撞 所以有人肇事逃逸 他才害他這樣子 出了車禍 那人家想說那怎麼辦 那要不趕快去 調監視器畫面出來 把肇事逃逸的這個駕駛 給找出來 江明學講說 不用不用不用 就算了 算了這樣 可是你算了 警方還是要追查 是 就追查看了監視器 就是你自己 是不小心摔倒的 好心酸 他騎腳踏車要去南港錄影 對啊 那我覺得 那時候 就講說他身上 大概只是要八百塊錢 然後江明學講說 沒有沒有 你們不要誤會我 我不是很窮 我沒有生活困頓 我是因為 我之前去錄了幾次影 我帶的錢包 在攝影棚裡面 都被偷了 所以我就不敢帶那麼多錢 我上次就帶八百塊錢 夠了夠了 那不管怎麼說 那江明學 那天就出了車禍 然後後來也查證出來說 OK 他是因為自己摔倒的 然後臉上縫了一百多針 其實呢 他不是第一次 臉被打得迷迷茫茫 臉被摔成這樣 他也曾經被打過 被人打 打到他整個左臉 全部毀了一半 為什麼 因為他那時候當街頭藝人的時候 跟人家起糾紛 好 我們來講一下江明學 因為像我今天進來的時候 我們講到討論這個節目的時候 我們民視裡面很多工作人 80年後的都說 阿姨是誰 80年前的就知道說 我知道江明學 可是呢 當大家講說他唱 邱毅上心頭的時候 所有人第一個反應就是 那不是陳淑華唱紅的嗎 真的是陳淑華有唱過嗎 對啊 其實真正原唱人是江明學 陳淑華再唱了一次 對 一個男生唱一個女生唱 沒想到陳淑華唱了 好像比他更紅 還受到注目 好辛酸 對 江明學呢 他在1984年的時候 那時候他還念 成功大學大四的時候 他從小就很喜歡唱歌 那時候正好第一屆大專 創作歌謠大賽舉行 他那時候就去報名參加 他自己自創 自己寫的首歌叫 《如果真有來生》 就去報名參加 同屆還有誰參加 有張青芳還有黃安 那江明學在裡面呢 雖然沒有拿到第一名 但是他拿到了最佳的作曲跟作詞 很有才華吧 不錯喔 對不對 對 然後呢當然這個課業結束以後 念完書以後呢 1989年終於有機會 到唱片公司裡面呢 去出唱片當了歌手 然後呢就要出邱毅上心頭 其實喔 因為在那個年代是流行日系的 在這個七八零年代的時候 都是那種什麼 嵩田聖子啊 什麼那個 忠生明菜啊 然後你看那時候 我們的歌台有些什麼 金瑞瑤啊 什麼通通的這些人 日系 林慧平 都是玉女 那男生是誰呢 男生也是日系 像楊帆啊 對不對 都是像那種 就是張明學在裡面呢 就變成一股小青流 小青流 小青流的意思就是 你就不是主流嘛 你就是讓人家定位說 你就是校園歌手 因為他都拿個其他 在那邊唱嘛 對不對 對 所以那時候 他剛開始要出這張唱片的時候 唱片公司很看衰他 就想說你又不是 你就不是主流派的嘛 那我們公司 也必須要多元化嘛 那時候那個唱片公司 還冷嘲熱諷講說 你喔 你算了吧 你那個唱片 有八百個人買 都偷笑了 賣到八百張就不錯了 錯 你真的錯了 因為他那一張唱片 賣了二十五萬張 在當時的時候 算是賣得不錯的 算一炮而紅嗎 對 因此一炮而紅 那張明學就開始陸陸續續 唱了很多的綜藝節目 他那時候還主持節目 主持那種美食的節目 做美食節目 然後還在電台主持節目 那時候 心運還很好的時候 可是演藝圈就是這樣子 因為唱片慢慢慢慢不景氣 然後呢 你如果說沒有很大的噱頭 沒有唱片公司 包裝經紀人的這樣子的吹捧 很難有立足之地 那很顯然的 那個江明學呢 那時候開始慢慢慢慢的 他也自己也覺得說 我的個性可能好像 也不是那麼適合在演藝圈發展 所以他就慢慢淡出 淡出問題是 畢竟還是喜歡唱歌的人 總是希望說 我有個平台可以唱對不對 那該怎麼辦 那又要生活 然後呢 他去考街頭藝人執照 他真的是我們全台灣第一個 考上街頭藝人指導的專業藝人 真的是街頭藝人 對 所以呢 那江明學那時候就開始到處唱歌 然後到處 我們有時候在路邊看到 江明學 真的假的 我是不是看花了 在淡水 真的是他耶 對 那他很習慣到淡水去 他在淡水的當街頭藝人自彈自唱唱了六年 他說他記得他第一天 去當街頭藝人的時候 其實難免會有個偶像包袱放不下來 可是景氣這麼差 環境那麼糟 我還有一個 自己找到一個歌唱的平台很不錯 街頭藝人也不是那麼好考的好不好 好 然後他考上台 他說那天有一個老太太 聽他唱完之後跑過來 好感動 紅了眼眶 跟他講說 江先生 我跟你講 你這個年輕人真是了不起 你簡直就是活的鄧麗君 哇 這個好捧人喔 江明學聽他這樣講 很開心 然後那個老媽媽呢 就跟江明學 因為江明學一邊唱 一邊現場賣自己的CD嘛 買了回去之後 從此每天跟他的老伴 就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起來 就是放江明學的CD 這個CD陪他們度過很多的 早晨跟黃昏 那江明學很開心 問題來了 你當街頭藝人也不是那麼容易的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個 你的淡水 那麼多個街頭藝人 每次到了這個假日 星期假日 人潮多的時候 那地點就很重要 location很重要 對 你離人潮越多的地方 你街頭藝人往那邊一擺 是不是你收入就多 來聽的人就多 就很想味嗎 對 那你在街頭跟街尾 你離捷運站近跟捷運站遠 差很多 那地點差很多 那江明學因為 找了一個很好的location 他說他那時候好的時候 一天可以拿到一萬五千塊錢的小費 不錯喔 對啊 淡水耶 對 街頭藝人都是十塊十塊 一百塊這樣給的 可以賺了一萬五千塊 對 那他因為 畢竟人家還是有名的歌手 所以他的粉絲很多 有人還特地 好遠好遠坐下來 來淡水聽他唱歌 他也是每天 從新店開了兩個小時的車 到淡水去 可是呢 那邊就被人家眼紅了 因為他有一個聾雅畫家 那邊大家知道 那邊有很多的聾雅畫家 對 當場畫那種 對 反正這種藝術家 在當街頭藝人賣的是驕傲 那聾雅畫家 他們那些賣的就是生活 對不對 所以那時候江明學在那邊 就被人家眼紅 就說 你小費這麼多 還佔了一個這麼好的地方 然後其中有個聾雅畫家 就看不順眼他 就暗中叫人 聯合了幾個人 當天就打他 這麼壞 把他打到他左邊的臉 全部都毀掉 都爛了 打到爛 就這樣被打 對 然後江明學心裡好的 那時候他 躺在地上的時候 他講說 我那時候真的心裡很難過 他那時候接受訪問的時候 講說 那個路上人來人往 看著他這樣 被幾個人聯合起來 打到鼻青臉種 左臉都快毀了 眼睛都快打瞎了 可是沒有任何一個人 出來伸手救他 所以他那時候覺得說 人性怎麼會這樣 對 然後除了被打出來 所以你看他這次疊一百針 不算什麼 因為他左臉就曾經被打爛過 對 然後當街頭藝人 現在還要面臨到什麼樣的問題 就是大颱風的時候 你還是得賺錢 然後弄一個好大好大一個遮陽傘 在那邊唱 然後風一吹 你到底是要繼續唱的 還是吹那個遮陽傘 可能也沒有人來吧 對啊 然後他在那邊唱歌 然後有曾經被那喝醉酒的醉汗 醉醺醺醺的拿去拿一杯酒 叫潑他 幹嘛這樣被打 沒有啊 就喝醉了嘛 然後再不然呢 就是在那彈琴的時候 小飛翔在旁邊 竟然 被拿走 就被一抱就跑走了 你說怎麼辦 什麼樣的事情都碰到過 那因為唱了到現在 所以張明學就興趣說 我到底還要再繼續唱下去 然後因為被打成那樣 所以他講說 他那時候去看了心理醫生 心理醫生還建議他講說 江先生我建議你 最好離開那個傷心地 省得好 你到那邊你心裡會不舒服 所以張明學因為那樣子被打成 痛打成這樣子 他就覺得說我再也不要去淡水了 好啦 那問題是 你不唱歌了 你也不當街頭藝人 那怎麼辦呢 你還是要生活呢 所以那時候呢 就有人拍到說 他在一個燒烤店裡面打工 做店員 然後做跑堂 時薪呢 一百四十塊錢 那我覺得也不簡單 人家就是要生活嘛 那藝人的光環 你總是要拿下來 不然你怎麼過日子呢 對不對 好 那這樣被拍到之後 江明學校 拍到就拍到吧 那做一做之後呢 那當然了 他就那天就上 那現在就有通告就上 沒通告呢 總是看看有什麼工作的機會 所以就是整個就是 身段都必須要放下來 那雖然呢 他當了街頭藝人 可是呢 當然他還是很喜歡刷存在感 什麼說 因為他很喜歡在臉書上罵人 因為有一段時間 他因為 反正昨臉也毀了 就乾脆好好去整理一下 他就找了我們一個美容界的名醫 去整理下巴 那你整理下巴就算了嘛 他硬是要把王力宏 淘哲給拉下來 他就想說 對啊對啊 我去做下巴 其實王力宏跟淘哲 他們也有整形 他們也去弄下巴 你們不覺得嗎 因為他們每一張專輯唱片 我每一張都有買 你看看從第一張到最新的一張 然後長得通通不一樣 你自己去整就好 你把人家王力宏淘哲拖下水幹嘛呢 然後更妙的是呢 他那時候看那個節目 我們友台有個節目 專門模仿大明星嘛 那時候捧了一個叫方寧的一個歌手 他就模仿的非常非常像 然後有得到名次 這樣子人家江明雪也看不順眼了 他就又要講說 你會紅 你會紅喔 我江明雪從此不開口唱歌啦 我希望永遠不要再這樣見到你這個噁心的女人 人家方寧也沒有惹你啊 然後他就講說你的氣質和長相 越到後面越可怕 簡直在破壞鳳姐的形象 因為我是鳳飛飛的頭號粉絲 對啦對啦 大家都是嘛 那人家也是出來也是要工作 幹嘛這樣講他 那他就是很不吐不快 所以有些人覺得說 哇他真的也是很敢說 我也蠻佩服他 就還會真的蠻會刷存在感的 那講到江明雪很多人講說 你現在已經56歲了 你沒有想到要結婚生子 什麼現在單身一人 有啦有啦 人家有個很好的朋友 叫Hanson Hanson呢 本來是江明雪的歌名 是那時候江明雪他說他在外面唱歌 有時候在做商演的時候 不喜歡人家拍照 那這Hanson呢就去拍照 拍照江明就很生氣就罵他 罵他之後兩個人就變成了好朋友 那然後呢 彼此是非常好的心靈伴侶 這樣大家聽到嗎 還在一起嗎 很好到現在還在一起 彼此互相照顧 那我們也很替他高興 只是說這次 放到這個無妄之災 雖然為江明雪搏到了很多版面 讓我們知道說 對對對 歌台以前還有江明雪這個人 但是呢我們還是希望江明雪 傷口趕快好起來 在台灣經營航空業似乎可以賺錢 來看第一個新語航空 第二個叫騰達航空 對其實呢最近K董呢又說話了 因為呢他這兩天飛到英國去 那正式跟這個英國的這個空中巴士 直接簽了17架總共1800億的 A350的900跟A350的1000 這個買了兩架這個買了15架 加起來1800億這麼大 對那這不是他第一次買飛機喔 因為大家知道因為我們上次有提過 他呢之前也買了這個A321喔 更大的那個已經買了 對A321呢就是NIO那個載體的 載體的那個他買了10架 所以呢前面10架再加上這17架 加起來呢我們的K董 現在手上呢準備了27架飛機的機隊喔 那我想長榮航空喔跟這個華航 大概會非常緊張 全新的都來了 對因為這全都全新的 最頂級的 而且最頂級的1800億耶 那很多人就想說 哇K董呢這個1800億要怎麼來 怎麼來 怎麼來因為他前面已經花了不少錢了 之前有錢就像銀行融資啊 其實呢這1800億大家就在想說 K董呢有什麼能耐 這個去哪裡籌這個錢喔 其實 其實我想他自己非常清楚 因為他過去呢在長榮航空呢 也負責過這個購機採購的這個業務 所以呢他本來呢在離開這個長榮之前呢 你知道他本來訂了24架的這個 波音的787 波音787他也說我要整個改變整個長榮航空的團隊 所以呢他就一口氣訂了24架 那後來呢長榮航空覺得說 可能波音787用不了那麼多 所以呢後來也沒有全買 但是呢K董非常的懂為什麼 因為他知道說買飛機不見得1800億 都要全部到位全部付款 不用到位要不用付款那是怎樣 其實他現在這個簽約喔 大部分我們形式上喔 簽了這個MOU喔 那他要付的叫當配就是我要先 先付訂金就好 簽由訂金 對那這個訂金呢到時候再轉做這個購機款 可是呢買飛機跟買房子一樣 分期付款 他是可以 他是可以融資的 然後也可以分期付款可以融資 那最重要的是說 如果你要這個交機之前呢 那你可以去跟銀行辦貸款 然後銀行會給你大概7成8成的融資 而且呢還有一個規則就是說 其實呢這個不管是波音 還是空中巴士 其實它也會有一些折價的空間 所以其實呢也沒有這麼高 那可是呢你大概準備個 一層兩層總要吧 那K董的這個星宇航空呢 資本額60億 如果一層的話 那你1800億的話 那你要準備180億啊 兩層的話300多億啊 所以K董就說啦 我呢這個 你們不用擔心 因為呢我陸陸續續的A321要交機嘛 那接下來呢這兩架 這兩款喔 就是A350的900跟A350的1000呢 陸陸續續要從2021年到2024年 整個交機完成 我的機隊就已經27架全部通通到位 那可是呢我會在2020年的時候 那我會讓我的星宇航空IPO 也就是說那你們到時候如果有興趣的話 那星宇未來會是一家 股票上市 股票上市公司 吸的錢會更多啦 那所以呢大家就可以共同來參與 所以他已經先預告了 雖然星宇航空資本額60億現在是我出的 可是呢我兩年後我2020年呢我會IPO 而且不只我IPO前沒有問題 我還要做到整個客製化的服務 K董上次呢不是講說他是Kim嗎對不對 那他對整個航空的這樣的一個服務跟熱誠呢 他充滿了他的一個願景跟規劃 因為他說他要做頂級的 他比照誰比照阿聯酋航空 阿聯酋航空呢都是客製化他還要更好 因為呢他說我要精品化的服務 而且呢我要把東西做到非常非常的精緻 不只你的這個頭等艙呢 你可以弄到所有的設備都是最好的 而且呢你還可以by your order 你想吃什麼比如說你想要order米其林 點菜那我就點米其林江振程的 你可以在飛機上吃的到你可能不用排隊 血頭大 對那所以呢我要打造不一樣的頭等艙 因為他說頭等艙呢有人做十萬 那我頭等艙我可以做二十萬啊 這個差距是很大的 但是經濟艙他說經濟艙喔 差五百塊就糟糟糟糟啊 你今天有廉價航空去搶這個市場嗎 所以呢他要再打造了這所謂的 帶入所謂的商務艙的整個的模式 要提供一條龍的 因為呢你不只做我的商務艙 你出去就是說到了這個 比如說你到了杜拜 那我所有的租車所有的旅館 所有的旅館所有整個的服務呢 我全部到位 那K董也很好玩喔 這個頭等艙他說不只到位喔 你要什麼有什麼 然後他就他說 哎那我們也有很評價的 在頭等艙比如說泡麵 他想說啊頭等艙有泡麵啊 他說為什麼大家在頭等在飛機上喔 不管你是頭等艙還是經濟艙 你呢在飛機上呢你體力會比較差 所以呢這種泡麵是重口味的東西 那所以他是非常受歡迎的 所以泡麵也無喔OK 所以他等於是說你要什麼 你在這樣的一個所謂他未來的 新宇航空的客製化服務裡頭 他要做到讓客人非常非常的滿意 這就是他所謂的客製化的服務 所以大家都很期待啦 那大家會想說 那以後華航跟長榮航 會不會被他搶走市場 這才是整個航空業裡頭最關心的 因為他這樣的一個一條龍服務 其實很多人也都嗅到了 這樣的一個需求 為什麼 你知道這一陣子 這個賴英里跟李世聰 新聞很火紅 緋聞男女啊 緋聞男女 那可是呢我第一時間 就已經跟大家講 就是說其實呢 這雖然是緋聞男女 但是呢他們其實是事業夥伴 因為呢在今年初呢 這個李世聰出錢 他出資當金主 然後成立了一家叫做騰達航空 那這家騰達航空呢 專門做台灣的私人商務客機 你知道為什麼 K董要這樣子做 因為他有 他當然非常了解整個 國內的空中巴士這樣一個市場 他說 十年前 私人飛機呢 全台灣只有三架 可是呢 到了去年喔 大概有十四架左右 就是大概十四架 那你知道在中國大陸 在香港 在新加坡 尤其是在中國大陸 大家都有啊 你唸得出來的藝人啊 幾乎都有啦 OK 然後甚至呢 這個企業大老闆 那個會跟著王力宏 去那個太陽谷 享受那個所謂的 富豪營 富豪營的 幾乎大家都有飛機 都有私人飛機 OK 所以呢 賴英里跟李士充 尤其李士充 他這個幾百億身價之後呢 他也知道說 這個市場是有需要的 所以呢 他就跟賴英里成立了一個 專門做台灣商務客機的 這樣的一個公司 那找來了 以前華航的趙國帥 當董事長 那他呢 他當然有研究說 包括國內的這個華捷 還有菲特利 然後長榮航空 其實他們都有成立所謂的 私人商務客機 這樣的一個服務 就是說 你如果只有五個人 十個人 那你要去哪裡 我就帶你去 所以呢 賴英里跟李士充 之前不是 沒有出現在 韓社的股東會嗎 去哪裡 小兩口 就跑去 這個瑞士 跑去歐洲 繞了一圈 去幫他 包這個李士充 個人私人的這個商務客機 去過生日 所以他自己 先享受 知道說 這樣的一個頂級的服務 在國內的市場 是很需要的 因為只有那14架 有私人飛機的老闆 當然也不夠 因為很多人都想要 享受這樣的一個 私人飛機的服務 所以呢 這個賴英里跟李士充 他們呢 就成為這樣的一個 事業夥伴 但除了事業夥伴 在私人商務客機之外呢 其實他們兩個 最受關注的是 韓社的經營權 他退出董事了 對 其實之前他被寫說 李士充買了韓社的股票 所以你是引外力入境 然後要來搶韓社的經營權 你知道賴英里非常在意這個新聞 他覺得說 我沒有這樣子做 如果我真的要這樣子做的話 那這個蔡家的人 會不會不原諒不接受他 所以他只好 就是說在這個新聞出來的時候 被查出來 李士充真的買了韓社的持股 那可是呢 賴英里他當然也想說 我已經是飯店女王了 那如果有外人 有這個外力要幫我 甚至呢 他也想要拓展更大的業務 比如說 今年底這個六福皇宮 即將要停止營運 要歇業 那賴英里很想說 韓社去接受 對 李士充 你能不能當金主 然後呢 我讓韓社來接受 那六福皇宮 如果成為韓社集團的飯店的話 那真的是很不得了 因為在他的這個 已經過世的這個蔡成陽 其實他之前呢 籌劃的是在宜蘭的這個韓木 那韓木那時候 在半年前開幕的時候 你知道蔡家的人 包括你說蔡伯甫 蔡伯漢 然後甚至呢 他們的uncle就是蔡成薇 那甚至呢 日盛的這個蔡淑媛 陳國和 蔡家的人都到了 就挺這位遺霜 結果沒想到呢 你這麼大辣辣的搞不倫戀 所以他是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然後呢 又被認為說 你是引了這個親密夥伴李士充 要來搶這個韓社的經營權 所以他現在先辭了 可是先辭了之後呢 很多人在想說 那會不會有後續 如果他真的偷偷的買 如果他真的把這個股權 慢慢增加 那以李士充的財力 那要買贏過蔡伯 蔡伯漢 甚至呢 再贏過蔡成薇 也是很有可能的 可以買得到 也有可能 對 那就是大概如果我買到三成以上 甚至現在像大家講說 如果你買了過半的話 那你可以自行召開董事會 那就變成最大股東 因為現在公司法173剛修改 對不對 你只要過半的話 就是說你不是董事長 或是說你沒有絕對的經營權 但是呢 我可以自行召開董事會 所以現在你只要股權多 誰說話 就是你手上的股權多 就有你花花的餘地 所以那你會不會 回來搶這個經營權 不知道 但是呢 就要看李士充跟他 是不是真的綁在一塊 是不是能夠持續的兩個人呢 好 我們成為事業夥伴 不只投資私人航空公司 我也幫你把這個韓社的經營權 給鞏固給搶回來 那就要看他們兩個人 後續怎麼做 光心仁秀才藝 環宇搜集無奇不有 長得美或長得帥已經不稀奇了 最近流行的是醜道帥 美國舊金山前陣子就舉辦了世界最醜狗的大賽 一隻隻隻來自各地的醜猛狗 在這場年度懸醜賽事上亮相 展示很醜但很溫柔的一面 今年的最醜狗 最後有有著互抖 垂著超長舌頭 塗著粉紅色指甲的鬥牛犬莎莎奪冠 莎莎的主人襲擊而氣地抱著他上台 並帶走四萬元獎金 開心返家 而在加州 汪星仁则是大展身手 參加狗衝浪大賽 只見一隻隻狗穿上救生衣 大膽地跳入海中 站上衝浪板架 然後他架勢還滿分 毫不畏懼 評審會以他們在衝浪板上的自信 衝浪的距離 浪的大小等等 綜合評分 最後有小狗吉塞爾 奪下冠軍 我這有兩張照片 讓各位看看 第一張就是很醜的狗 我們看他戴著帽子 人模人樣的 第二張我們看 這隻狗是全世界最高的狗 它四個腳撐在地上 有三英尺七英寸高 這是2012年的狗 挑戰新聞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